陈泰铭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我想问你 你觉得那个电影好看吗 我觉得好看 特别特别好看 我也觉得好看 我也觉得特别好看 你来了就是为了说这个 哥 真傻 给你 这是什么呀 这上面是我想跟你说的话 拿着 你 在这儿不能看 等回了一下以后 你偷偷地看 千万不能给你妈看到了啊 这是个 很严肃的事情 那我走了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啊 那电影都看一眼十五分钟了 列宁都没出来 你干嘛不回来看完 我就是从开头我就等那列宁出来 等到最后结尾他还没出来 所以我才 还狡辩 行了行了 别吵了 好 华莎 妈给你煎了个荷包蛋 快进去吃去吧 是双面的吗 是双面的 华莎肯定能考上北大 不在乎个什么电影 你看看 谁说不在乎 可能就因为这个考不好的 你看明天就高考啊 你看你 有你这么皱闺女的吗 你这还是当霸的呢 真是 华莎 你明天就考好 让你爸呀 扇吞自己嘴巴 回来 干嘛 洗澡水给我倒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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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气了 你看 你可真是的 那我可去 亲爱的西乔 有些话 我一直想跟你说 但是我说不出来 今天看了电影 我终于敢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西乔 钢瓶水啊 我给你吸好了 两支够了吧 嗯 明天考试啊 题目 一定要看题目 再做 这个很重要啊 喝杯牛奶 这个安神是个好酵 明天是考试的关键 你也不要紧啊 你不是复习好了吗 今天看了电影 我终于 我终于敢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七乔 你就是我心中的塔吉亚娜 我愿意做一生守护着你的谢尔盖 你知道吗 每次只要我看到你的眼睛 我的心就在狂跳 只要一听到你的脚步声 我的腿就开始颤抖了 那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 小巷的人们都进入了梦乡 我睡得很甜 讨厌的陈大明也睡得很香 可他那封火辣辣的信 却把齐桥给害惨了 他心慌意乱 翻来翻去 怎么睡都睡不着 就这样 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 好 考试的时候不要交头接耳 自己看自己的题 答题的时间呢是两个小时 响零以后收卷 我现在开始发卷 所有同学都不许动笔啊 一会儿考试铃声响起才可以答 大家注意了 别忘了在右上角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不许答 开写答题 好 这 怎么 啊 让你和你一言 叫你跟你说 怎么样 怎么样 考怎么样 别说高考这事了 烦死了 怎么了 考完就考完了 我告诉你啊 考完就别想了 好好地玩一个将棋 也完了就等通书就完了 西角 考怎么样啊 你别跟我说话我不想听 什么 都怨你都怨你 都是你害我考杂的 怎么了 陈大明我告诉你 以后不许来找我了 小心我告诉你们家里 讨厌 你跟陈大明到底怎么回事 肯定有事瞒着我 没有 我不信 不信拉倒 行行行啊 我才不管呢 好像多长知道你们的事儿似的 以后他要再来聊你 你可别老拽着我 你再别说我了 我没考好心情就不好 你还老说老说的 你哭什么呀 我也没考好 我都没哭 行行行 别哭了 你要是哭肿了眼睛 等会别人看就笑话你 然后你回了家以后 你妈肯定还得刨个问底的 那现在还能看出来吗 你笑一笑 还行 哎呀 不用再想了 考都考完了 咱也没用 我现在可不想回家了 一回家我妈肯定得问 我妈肯定也要问我 我妈肯定得问我 好